其实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姐姐 快出来听听 静瑶 有喜事了 是闻喜事 自然是害喜 怀了主寺了 那姐姐可是要恭喜妹妹了 那姐姐可是要恭喜妹妹了 妹妹你说 这簪子是带左边好看还是右边 姐姐国色天香 自然是带在哪里都好看的 不如 就带在这左边如何 静瑶与腹中孩儿 定会一直陪伴在姐姐左右的 程柱和竹母知道了吗 还没敢告诉 想着足月了 等太儿安稳了再说也不迟 但是妹妹对姐姐 是不敢有片刻隐瞒的 如蒙姐姐不弃 妹妹想给孩儿认了姐姐这个娘 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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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不要折腾坏了姑的身子啊 什么叫折腾坏了姑的身子呀 撑住 你知道你这身体有多弱吗 不过我这几时勤加练习 你看 这膀子是不是粗了不少 你 姑问你啊 平日在内院 有没有觉得 别人老在背后小声议论 那肯定是因为 你昨夜留宿凤一宫 众事千门一顿 承主宠幸你的事 承主 要不然倾身拿着辫子去地上睡吧 你去成何体统 要去也是姑娶 好啊 我跟她们就已经有养学了 ホテ 这才是姑娶 是姑娶 有姑娶 我看儿老太大 是姑娶 有姑娶 有姑娶 我看儿老太大 有姑娶 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呀 这以前照镜子的时候 也没发现这么美呀 许一半夜不睡在这儿做什么 城主 您堂当正人君子 怎么可以装睡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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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床上睡吧 来 所以说这一年多呢 你不怎么搭理我 妾身的耳根子也清静了不少 妾身觉得在这内院之中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妾身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说除了争宠和怀主寺以外 还有其他有意义的事可做呀 比如妾身每天醒来 就连连剑 泡泡酒啊 想想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也挺开心的嘛 自打我从心底里放弃你之后啊 就彻底地轻松了 看着你的城主当得一天比一天好 妾身发自内心的开心 也看着你一天比一天不爱搭理妾身 妾身也不气馁 因为妾身觉得要为自己而活 夫人统帅六院母一天下 一言一行都是表率 天下女子若都你这般想 那早就过之不过了 生而为人都有应尽之责 这责任尚未尽到 岂可就黄论要为自己而活 是是是 城主说得言之有理 我作为夫人呢 有责任辅佐城主 现在呢 妾身就为城主强身健体 秦美人一向身子孱弱 就不必总来请安了 妾身谢助母大人怜爱 秦美人处处可怜 娇闯巍巍 倒不用一番风味 城主夫人近来服侍城主 怕是乏了 都顾不上来给姑母请安了 夫人到 城主夫人吉相 给母上请安 起来吧 谢母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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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怎么突然计较起了这个 西竹在伺候主母大人 恕不便行礼请安 裴姬孝心真是可感可加 派成大人一向最重礼法尊卑 提倡以孝治天下 若是看到裴姬这般孝顺母上 一定深感宽慰 妾申给城主夫人请安 起来吧 谢城主夫人 夫人一大早到老申这里来 替老申管教老申的侄女 真是难问你了 孤义只以为母上公自分明 对夫人也和蔼可亲 没想到背地里竟然 妾申 姑母 夫人她向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看来被陌生了硬性 就更没个约束了 岂有此理 姑说话几曾被人打断过 表妹在姑面前 从来是毕恭毕敬的 没想到却对夫人如此刻薄 竟这般没有教养 亏我还以为她贤良淑德 可看大人 无独参见主母大人 主母常乐无极 吴总馆到老申这里来 有何事啊 启禀主母大人 城主有急事召见城主夫人 难道是 难道是 救驾 既然 城主有命 那夫人就随吴总馆去吧 妾申告退 明日再来向母上请罪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